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权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网数据部写入这个方法其实是最复杂的一个 因为要考虑的情况比较多 那其他的方法就比较容易写了 比如说读的方法也有几个限制 咱先不写啊 比如说这个 销毁的方法 对吧 只要用不调用 调用 塞神器套路的时候是不是就销毁啊 销毁的目的就是把对应塞神ID的这条记录给删除掉就可以了 那我们直接写一个 销毁的 销毁等于 什么 DRET删除 FROM 从塞神表里边 关系条件 SID等于问号 然后我们 STMT SELF 冒号 WPDO 里边有个 PREPRE 里边 DOF CITR 执行一下它 DOF STMT 直接返回就行 返回它里边的 EXECUT 里边只要传一个数组 把谁啊 SID 传进来 这样的话 是不是传哪个塞神ID 我们就把哪个记录给删除掉啊 那记录服务器的不存这个用信息了 是不是就彻底销毁了 对不对 还有 像GC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对吧 那GC 这个怎么用呢 我们看一下 直接写一个色课语句 主要在色课语句的话 DLET 删除 FROM 从塞神里边 WAR 条件 直接把这个 偷个栏 对吧 扎过来 对吧 只不过 SID 这会不是介入一些 SID 删除的 咱们已经了解 GC 的原理了 对不对 GC 的原理就是什么 将过期的删掉 是不是这样的 咱们过期时间也知道 当期时间也知道 对不对 那 数据库的字段 是哪个字段呢 是不是 U TIME 更一时间呢 如果 更一时间 小于某个值的时候 对吧 我们把小于这个值的 全给删掉 对吧 然后 我们在这块 就写一个 小于什么值呢 比如说 咱们原来一直写的算法是这样的 就是 U TIME 当前时间 加上这个 什么 最大的 M A X LIFT SYF 里边有吧 SYF 里边 是不是咱们前边 从数据库也获取到这个时间了 这个 当然 我们这块也有这个 对不对 但是 其他地方就用不了这个 只有GC能用这个 所以咱们用全局获取 对吧 你看 如果它小于 加上这个 最大时间 小于当前的时间 是不是 我们就把它清除掉啊 原来的算法 现在逛过来了 什么 用 这里边是不是 里边的更新时间呢 那就变成当前时间减缺 对 最大的时间 对不对 这就是数学的一个公式 如果大家不明白这个原理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一下 换算一下 是不是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里边就变成什么 是不是 当前的时间 SELF 里边有一个 C TIME 减去谁啊 减去 最大的生存时间 是不是 我们一直用这个的时候 所有过期的 全差不了 对吧 这块一个算法 大家可以好好去理解一下 那下一步呢 就是什么 再把读写好的话 我们这些是不是就都可以了 我们先试下能不能销毁 现在这里边 就是一条记录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TES 里边 我们执行一下 把这点去掉 我就用这一个测试页面 SESH D E S T R O Y D TORRY 对不对 我们来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数据过的记录 是不是就空了 这边也没了 对不对 证明我们删除是可以的 那G C那个也是一定可以的 因为根据咱们的规则 G C 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完了 读取的时候 其实也很简单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判断 写一个 C C 诺 等于 SLECT Sing from 从 什么 Session 当然你可以自判一个一个去写着 然后呢 WIR 条件 SID 等于 问号 然后 STMT 等于 SELF 里边的 PDO 里边有个 EX 是 P R E P R E 准备执行这个色语卷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STMT E S E C O T 执行的时候 只要把 SID 上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会儿 我们需要判断很多种情况 都判断哪些呢 比如说 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这会儿获取约数据 $R E S E C O T 结果吧 等于 STMT 里边有个 F E T C H 下号线 括号 然后 PDO 号 ASSOC 是不是获取什么 诶 写错了 F E T C H 下号线 ASSOC 是不是这样的值啊 或许 关联数据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 如 返回的时候 你不是说把整个数据返回去 它只要这个数据库里边的 S D T 那个字段 对吧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什么 结果里边的 S D T 考过去就可以了 对吧 其实 这样的就算是小了 但是我们考虑问题情况得多 什么考虑打击问题呢 比如说 如果这个结果是空的话 对不对 就是这个数据我们没获取到 那我们直接就去返回嘛 比较麻烦 对不对 那反复空字无数就行 比如说 还没有写入的时候 是不是查询查询不到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直接反复空就行 怎么办呢 判断一下 如果 dollar for R E S U I T 结果集 这个有值就是真的 对不对 没有值的话 我们直接返回 空字无数就行了 这话 如果 怎么办 还没有绘画信息 怎么办 返回 空字无数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吧 对 那再有 什么呢 混乱晚期这方面 那假如说 又不长时间没操作 很长时间没操作了 对不对 按照很长时间没操作 已经长过什么呢 三十的时间了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消费了重新登陆 对不对 防止的话 比如说 我中午去吃饭 那个关键的 但是我呢 比如说 那个赵二七一开着呢 对不对 特别是像支付宝之类的 那有可能说 你长时间没回来 然后呢 你的身边的人 有可能就用你的电脑 对不对 所以时间长时间的自动就断开 对不对 从于登陆才可以 那这话 如果 超出了十阶 怎么办 清除 三十 对 就或者是 销毁 三十 对吧 那这话就反正判断了 咱们最大时间是不是上面已经获取到了 对 是不是这个 那我们也得再来或者一下 所以就判断 数据库表里这个时间 用户的一访问的时候 如果 这是从数据库获取到的 它那个上次保存的那个时间 对不对 U time 是不是更新时间 加上这个最大的这个时间 对吧 如果小于self 什么 c time 当前的时间 对不对 对吧 是不是就过期了 过期的话 怎么办呢 直接调用self里边 不有一个静态方法 叫做dstry嘛 有没有这个 self里边 是不是有这个方法 需要传一个sid 那sid是谁啊 这个方法里边有没有sid 对不对 从过参入传递来的 对不对 如果超出时间销毁 销毁之后 那sation 我们就不把当前三成法给他了 直接怎么办 对 rating 空 是不是就退出 没指引到这 对不对 那再有 有什么 如果用户 怎么办 换了ip 对 换了ip 或 怎么办 换了浏览器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用户重新登录 对不对 那 这会儿就可以判断 如果 $RESUIT 这里边的 uip 对不对 和 怎么办 不等于 不等于谁啊 如果就是 从数据库取出那个上次访问的 你用的ip 对不对 不等于 自己当前用户这次访问的 对不对 ip 对不对 那如果不等于的话 我们是不是 对 就反过空 怎么的 也是跟这一样 新销毁再反过空 对吧 对 当然我们再写一个一副语句 就是判断浏览器就行了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或者 对吧 再一个条件 写在一起就行了 当然这些都可以写在一起 那太长了嘛 对不对 那或者的话 什么 嗯 嗯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再想象 你觉得什么样的 还需要防止一下就防止 对不对 那这些情况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数据正常给它放回去了 对吧 那 当然了 获取ip 咱们这还是临时写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或许浏览器 其实我们是使用谁啊 使用 Dollerf下方线 server 里边有一个 叫做 http 用户 对 用户代理 用户代理是 agent 这个吧 前面咱们讲http的时候 在 就讲那个 全局数字 我曾说过 这个是或许浏览器 但是这是一长串字幕串 咱没有必要说 把这截取来 具体哪个浏览器名 知道吗 咱只是比较一下 用户换不换浏览器 所以全或许整体字幕串就行了 对不对 不用说这里边的截取 我看好多人说 这里边什么 有浏览器 版本厂商那东西都去掉了 就留一个浏览器名 没那必要 知道吗 咱们就全程获取就行了 然后这块 ENPTY 如果这个不为空的话 如果这个不为空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不为空 我们就使用 这个 W消化线 SERVER 里边的 http消化线 user消化线 agent 这个值 如果为空的话 那就是给它个 红字不错 对吧 因为这样超级速度 现在浏览器用户可以使用很多种 比如说 电脑里面有很多 手机派的里面有很多 对不对 所以能判断员是有必要的 对吧 再要 那获取这个IP 其实咱们获取IP正常 咱们用的就是 你们经常用到的就是 SERVER里面有一个路由的那个 remote R E MOT T A DDR 对不对 这个就可以获取到 客户的IP 但是呢 其实真正在开发项目中 获取IP 除了这个速度 还有很多速度 比如说 还有W消化线 SERVER 里面有一个叫做 http消化线 CL CLI E NT 消化线IP 就客户的IP 这个速度 不同的设备访问的时候 它在这里面提供的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W消化线SERVER 还有一个 是http 消化线 http forward for or 下发线X 下发线 x 下发线 for w ar d d 下发线 for 这个也是获取的 对吧 不同的设备访问 有可能在PP 获取的方式不一样的 优先t是什么呢 如果它存在 我们就用第一个 那我们这块 我就不用一幅判断了 这么判断吧 碳号 EMPTY 如果这个存在 看到了吗 我们就使用 问号 使用这个 过去 否则的话 我们使用什么呢 那在这里边 我们再判断 碳号 EMPTY 判断谁呢 如果这个存在 对吧 那我们这块 问号 就使用谁啊 就使用 这个去获取 对不对 否则的话 我们使用谁呢 再判断 因为我不想写一幅语字的 就这么写在一起了 如果 否则如果这个再存在 对吧 我们这块 就使用 这个 如果这个也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 空字不算 对吧 IP就没有获取到 当然IP我们除了获取之外 那我们最好还怎么办 还要检查一下IP时候 合法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使用 系统里面这个函数 这边是检查一些 常用的一些值的 对吧 这块 可以使用 我们搜索一下 File 专门过滤的 TR 下号线 VR 所以 FILTR File 下号线 VR 你看 这个 过滤一个变量 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过滤方式 对不对 你看 第二个常量 过滤缺少什么什么值 对不对 这里边有很多值 你看这里边 过滤这个 现在把用这个边量 对不对 对吧 我找一下 过滤 这里边应该有一个 过滤函数 过滤的常量 过滤函数分 预定常量 咱们这里边找一下 过滤的 哪个是IP的 INT 这个 看到吗 我先把它拿过来 看判断IP是不是合法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 哪个函数 FILTRVR 对 使用的是 FILTRVR 是不是这个 它第二参数就是你 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的 变量需要过滤 对不对 那第一个 FIL的 这号 我们 使用这号 FIL FIL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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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WR 没别的颜色吗 FILTR 那就是这个 还是后加的工具还不认 对不对 然后第一个就是什么 SELF里边的 UIP 对吧 判断这个 是否合法 用什么方式判断呢 对 用这一场类判断 如果它是合法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 是吧 如果是合法的 我们就直接过滤了 那不合法的话 那就是并且 我们在后边直接写 要SELF 里边的 WUIP 这话用了一个短路 如果合法是不是就真 是不是就过去了 如果它是假的话 是不是直接后边 那就SELF UIP等别 这个 虽然有的获取到了 但是扣的IP 有可能是不是合法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如果合法 就过 不合法的话 反过一讲 我们就直接把SELF 放在这个 因为都在一个函数里边 我不想再写一个函数 所以呢 直接写个等式 对吧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问题 就考虑全了 获取IP 或者什么 咱们在这耽误点时间 对大家也是有帮助的 大家以后获取浏览器 还有IP 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对吧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程序 可不可以呢 刷新一下 哦 这块没有定义变量SELF 在二十六行 二十六行没有变量 这块我们写错了 对吧 SELF前面不能加什么 道路幅 对吧 好 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试一下 数据库里边 现在我们这是清空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写入一下 可不可以 可信一下 看一下 有值了对不对 你看这里边存不存进来 这样我用斜杠大进把它立起来 看一下 这块是SID 这块 用户这个浏览器 对不对 这个IP没获取到 IP没获取到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现在这块的IP 还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我们输出一下 嗯 嗯 如果它 唯空 对吧 我们就是 如果它不唯空 唯空 我们就使用 这个过去 如果它唯空的话 我们就使用 再判断它唯空 我们使用这个 否则的话 它唯空 我们就使用 这次写面也错 REMO TADDR 没错 没错 这没错的话 我们在这输出一下 试一下 输出一下 这块再过滤一下 有可能是这过滤这块 它那块没合法 对不对 删除 然后我们再防滤一下 好 有RIP了对不对 127.0.1 这本机的这个地址 那这块这个 你先把它注射掉 对不对 放上网上就在用 这样的话我们 现在IP地址或什么 是不是都获取到了 然后数据都存进来了 把它递过来 看一下 该有的值都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等到 除了获取值 我们是不是这里 还可以读取值啊 PRINT 下方形R 打印一下这个session 能获取 能读取 能session 不是能 所有的操作 基本上我们这个值就了 你看 还可以销毁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存到 数据库里去了 这样的话 你还如果再改成内存表的话 你想象一下 不管多大的数据量 是不是用表来管理 30信息了 就不用我们文件的方法管理 是不是更好一些啊 当然这种方式也 好多公司在用 对吧 但是我觉得mime cash 的方式更好 所以下个课咱们 把这个类再改到什么 mime cash存储的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咱们结束了 将绘画信息写到数据库里面 大家呢 如果没太听懂的话 可以反复的听几次 把它弄明白 因为有好多公司在怎么用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蝶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